找到观点是李鸿基一个人怎么通过 捉一例看看 他老婆很大机会保释不了 未婚妻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怎么通过呢 首先日常的 衣食住行 他不是出去探监 他没什么做的 自己开车 然后吃 不知道他现在是吃什么 大育肉还是清茶淡饭 但他也是探惯给老婆煮的 现在可能要买外卖 会不会去买菜呢 这些传媒不是一定要去探监报他 他日常会不会去买菜 以前如果有苹果大家怀念 他会多方位去报导一个藝人 看看他会不会是买菜还是买外卖 他要吃饭 医食住行 医那里竟然出事 医着那里 真是猜不到 这三个衣服已经有很多 没什么问题 住就惨了 住他也哭了出来 一个人 他也喝喝的 我一个人 就是 Chris设置好一间屋 可能你对墨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底裤也不知道放在哪里 烫斗 风筒 茶杯 喝杯茶也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他在屋子大得如何 如果住南地 有些人什么都反驳 又说南地也有很多大屋 不知道 目測他被人打的乳箱照片 像是很旧的 很普通的村屋 不是特别大的 所以回到 他的七层楼 越来越怀疑 究竟他说他送过前妻 其实也 不太能够相信他 医食住行下 食是一个问题 他现在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朋友那些 我们下面会说到 住也有 有两个问题 食和一个人住 以前永远有个人服侍他 有个根本的工人 Chris又安心做一个工人 出去做事又变成了夫人 跟得夫人 晚上睡觉又变成了第三种身份 其实是划算的 老司机当然是 你又不用付太多钱 付零用钱 任由他取得多少 一直用七层楼吊着他 扮演了 担当了三种身份 工人 夫人 情人 挺个人 挺个人 对吧 朋友就麻烦了 首先 也衍生出 子女 前妻 会不会说他死 会不会是这样 前妻 在他们眼中 李隆基 究竟是什么 看法呢 子女 也不乐观 最近借雪芯也开声 说些好客套事 任何家人出事都心情不好 希望他休息好些 轻轻说两句 报不了什么 借雪芯 你带着麦麦来说 客套事 借雪芯 迷雪 合作过 和这个quiz 应该都知道什么事 胡锋 胡锋 你不要搞人 人家已九十多岁 你真的不要搞人 再数 那些唱歌的歌友 但是那些都是合作性质 会不会真的理解你 罗兰姐也是很老的 现在我只是数一数 华基 但是你看华基会不会理解他 是吧 没有 朋友不乐观 亦都不乐观 日常的食 日常的住 朋友去 秘籍自己 都没有 好了 你身边没有人去秘籍你 而这个人又需要别人秘籍 那就麻烦了 会不会有些人 有心人 承虚而入 几个我可以陪你 我不用钱的 我陪你 主动来 message 几个用不需要人帮忙 谁也好 但是 其实他的底牌都揭露了 自从他穿名牌 到变了穿武牌 那些人当然就说 扮穷 但是你一扮穷 你的人切是崩坏了 由他穿了这件武牌 那一刻开始 整个人切是崩坏了 就是生人密近 你已经不知道他哪句真 哪些假 或者这个人 原来摸不透 估计不了 我还迈去 所以 迈得去的 全部都是 赢得好 空虚寂寞 各取所需 各有所求 对吧 大家 你情我愿 其实真的是 去到真的寂寞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两个月 不容易过 我最后写了一个总结 你没有看清霞在里面受 现在基格在外面 也是在受 只不过 清霞在里面 没有什么自由 或者没有自由 接近没有自由 基格在外面有自由 但是他同样 也是在坐在另一个房间 没办法的 他们这些 看少了网络力量 看少了 也不用回顾 为什么会搞到如此 如丝田地 如果没有的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科部 整理不同时间线 和大家重温情况是如何 可以再做更仔细 他没有朋友 一个人在家 时间很难过 要找一些世伪 在自己家里唱歌 现在最怕 他会 想想会 嘈嘈嘈嘈 嘈到自己 嘈到有事 希望他会出 喜乐 但他说他饮食 有好 纪律 不需要喝杯果汁 找朋友去解悶 為何他要不停說話都可以解釋到 我們先撇除口術 他不停說話可能是寂寞 屈住在內 亦有很多事不肯不快 再加上悶 他看不到人 他回到家都是坐牢 四座場沒有人 三個房間 只有他一個 如果養狗也更好 有狗跟他玩玩 沒有 他只是養一個人 養黃青霞 一進去後 為何真的想不到 我們撇除所有的前設 他也是挺可憐 但他某程度也是 自己拿來 在外面也是受 所以他不說不說又要說 不說不說又要說 真的可以反映 他悶 他悶 你可以駕馭到一條女 那些女人 越複雜的女人 他接觸的人 三三五惡也有 可能那些 沒有底線的工作也有 騙子也有 你完全 超出你想像的 你別以為自己能處理這些複雜的女人 黃青霞肯定是一個沒有底線的人 你從他外國的事跡 你已經可以 略之一二 可以 發一些裸照過去 還要是騙你錢的 不是真的提供了服務 然後拿回報 美其鳴就是騙你錢 他叫做再比那些最差的 就好一點點 那些就是騙你錢 都不給你 任何 好處 給你希望 現在就是說 他在外面好像坐牢一樣 他唯一每天 一個寄託就是去探監 那15分鐘 每一天可以探15分鐘 但是 你可以想像探監的情況 那個情境 黃青霞肯定是不停在出口術 因為他說大話是習慣 他會吹嘴 說大話 出口術 給他很多說話 這個龍基進去 一點都不好受 亦可以反過來 你看看黃青霞現在會不會還在哄著這個機閣 如果在以前未有事的時候 黃青霞肯定是 他每天口花花不停哄著他 好像工人 夫人 博人 什麼人都好 甚至 有 奴隸 總之服侍到他 妥妥當當 但是現在他坐牢 自己 其實可以可見將來都是玩完 如果黃青霞 如果他仍然如此堅強 信念 這個龍基 繼續要回我 還是說謊 他每個EQ那麼高 仍然在裏面 還有心情 繼續哄他 還是發晦氣給他 這也是 值得探圖的 所以每天的這15分鐘 就是真正的愛情的考驗 要傾足 傾足兩天 這個可能 其實會內疚 突然說暗起 有些人說 暗起 其實我未去閱讀 他訪問那些微表情 有些人說 暗起 假裝哭 暗起 但是有真感情 有一些不開心的真感情 我們分析過 我覺得未必是他讀的 有 有機會不是8% 絕對 因為更大的比例 有機會是 網民 連登仔 發起了 Email活動 更大機會是 那個 入境署收到大量的 舉報 Email 要做事 亦是時間才合理 所以 幾個內心一定不好受 即使你們覺得他暗起 我最初分析了的觀點 他明知這個女孩 麻煩 多吵架 但他仍然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沒有辦法再找那個 你怎會無緣無故再相信一個 那時候就真是冤孽了 今時今日73歲 你還認識一個新的 那些中女 小妹也認識不到 小妹也認識到 也是來騙錢的 等你乖乖 分身家 但現在 他連身家也不多 被人覺得 起碼那些人直覺主觀會覺得他沒有 這可能是他的設定 他不好受 所以 我一直都叫他不要看網絡 但他似乎是不停看的 他似乎是不停看的 不看不看又看 不說不說又說 不過他一天那麼長 你可以切身處理 想想想 如何過 他一天24小時 老人家又睡幾個小時 一起床 這幾天更糟糕 天寒地凍 一個人冷冰冰 真是 凄涼 所以黃青霞在一邊受 他在外面 一起受 變成了命運共同體 你受時 我又受 大家都 遭受一種懲罰 這種懲罰我們也不用說得太明白 大家明白 這個 所以大家會理解 他最難捱的是幾個點 每天吃東西 是 吵架 然後現在一個人住 是相當寂寞的 還有他有機會 朋友真的會遠離他 另外工作 我們也漏了說 工作可能 怕了他 因為你一有工作 又引一群傳媒來 為了他而去 做採訪的各樣 搞亂派對 或者怎樣 可以的話 可能也換了人 或者 不用你來了 我們也賠 賠了訂金給你算 或者 輕質的可能 你不用來了 大家留意一下 他接下來的工作 有什麼時候會做採訪的 傳媒會知道 你就留意一下他還有沒有採訪 這個可以理解 所以我們最後就祝福龍基 首先不要再看網絡 但是他應該會看的 如果看了這段影片 我們也語重心長 雖然我們為他 而報了很多題目 但是 在商言商也不希望他有什麼事 第一件事不要看網絡 看他介紹那些 叫人看屈永賢 去看屈永賢 那些什麼博士 看那些 千萬不要看 大家會知道他應該是看雍正晶 不要看 雍正晶還可以看 免費提供法律觀點 但是千萬不要看 看了其他推薦 又按了其他東西 不要再派花生 真的不要 但是他不說不說 我們也分析了重點 為什麼他有這麼多東西說 因為 他悶 難得看見到人 在家其實是坐牢 放出來好像是放風 有一個中散步的那種 球象 放風 看到人當然是 一輪嘴說話 但是你每次每天說的東西都是成為 大家傳媒自媒的 真相報道的話題 不要再怕花生 不要再說話 可以找朋友開解 陪下自己 但不要找女兒 危險 乘虛而入 到時真的幫不了你 如果他們肯見他的話 多點休息 做運動 唱歌 那麼我們就 雲觀看了他現在的狀況 可見的 不同的情況 都是極度之不樂觀的 如果有73歲的人 就像七師傅所說的 我不懂風水 不懂醫學 不懂命理 不懂治 我們都可以看到 他接下來都是苦的弟弟 這兩個月是他最煎熬的人生 大概60天的時間 但如果黃青霞一個不小心進去 可能反而是更好的 因為基哥就會知道他進去多久 判多久 當舉例一年 我這一年 我怎樣規劃自己 直到是等他 不要他 還是怎樣自己 準備到 想讓大陸 做好一些不同的事情 等那一天來臨 反而是有一個目標寄托 他的人生可能會 充實一點 但現在 無料期等到4月16 其實是相當煎熬 極度之艱苦 比起黃青霞一入邊壽 可能是更悲痛 所以大家就留著一致研究一下 請幫忙按訂閱支持一下 今集內容先 請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